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别人认可你 你才算是成功 鬼骨子一生不求名不求利 却能被世人铭记两千余年 当世人还在研究勾心斗角时 鬼骨子已经把成功的关键全部总结完毕 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写在了鬼骨子一书中 为的就是让弟子和身边的人以最快的速度成功 快速取胜难道不是我们现代人最需要的吗 去年的愿望实现了多少 去年的幻想又破灭了多少 去年陪伴你的人还在不在你身边 这些让你难以释怀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尤其是人到中年 面对这些问题你更是无法回答 那么怎样才能成功 怎样才能达到理想的标准呢 熟读鬼骨子之后 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鬼骨子 你不成功不是能力差 而是忽视了两个不能 第一个 不能看别人所看 越是鲜艳的东西 我们越喜欢多看两眼 越是新奇的东西 越能吸引我们的眼光 这是商家和销售界经常用到的两个噱头 的确 没有鲜艳的外衣 谁稀罕去看千篇一律的皮囊 没有合理的家具搭配 谁会去看四周都是水泥墙的样板间 但你有没有发现 再漂亮的东西 一旦褪去华丽的外表 才是最真实的 做过七年销售的笔者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去商场购物 绝大部分导购不会把最适合你的东西推荐给你 而是把提成和利润最高的东西推荐给你 作为一个老板 也绝对不会把最挣钱的买卖给你 而是把最难解决的买卖给你 所以说 别人一直给你 你一直很容易得到的东西 往往不是最好的 就如同鬼谷子说的 木贵名一样 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不要去看大家都看到的东西 倘若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就代表你看到了一切 不要人云亦云 才是成功的关键 第二个 不能听别人所听 现代人和古人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现代人喜欢说话 古人喜欢听话 古人认为 只有先听懂别人说话 自己才能学会说话 但现代人也很聪明 往往很多人 绝不会轻易把关键的话说出来 所以你能听到别人说的话 大部分都不是一些关键的话 张辉是来了公司半年多的一位职员 半年时间里 无论别人对他指责还是批评 他都能听进去 从不与人发生口角 所有人都觉得他没出息 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于是很多人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 把他当成空气一样 张辉从这些人口中听到了很多关于公司的事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辉知道了公司高层的一些秘密 张辉借助这些秘密 顺利地打进公司高层 做人也一样 不急不躁 先听人说完话 并做到 不要只听别人说了什么 而是要听别人没说什么 那些没说的话 才是对你最有用的话 当一个人很善于用眼睛和嘴巴办事 不看大家都看的东西 不听别人都听的东西 你就有可能知道更多 才有可能成功 能让你直接看到的 能让你直接听到的 你觉得这些东西会是最真实的吗 愿君记住这两个不要 走上人生巅峰 加油 与朋友们共勉 大家好 我是依安 深夜读书最新开启了新的互动环节 每周三会有一个留言周结 每个人的留言都很有见解 都很棒 我会挑选几条 感触到我的留言 与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对深夜读书的喜爱和支持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有读者泰云在视频 社会心理学上有个效应 被博定律 他足以改变一个人中留言 救急不救穷怎么回事 我有十几亿家产 请借我五千元救急 他很穷没饭吃 别救他 没钱还你 是这样吗 在此感谢泰云的提问和分享 答案当然不是这样的 其实在借钱上面 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我们先说说救急 人生在世 谁都会遇到紧急的事情 当亲朋好友 突然遇到了重要困难 一下子周转不过来 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借钱给他们的 救人与危难 也算是积福分 况且你以后 如果急需用钱 别人也会伸出援手 不救穷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不帮助穷人 而是要有正确的方法 方式帮助他们 救急不救穷 就是我们 助人的底线 也是我们做人的秘诀 更是一种 自我保护的方式 懂得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的生活 才能过得更好 下面 一安来讲一个身边的 真实事例吧 有一户人家 就是一安老家那边的 按照辈分 应该叫爷爷奶奶了 他们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最有出息的是二女儿 他在家排好老二 老二从小学习就比较好 也只有他考上了大学 大女儿和小儿子 因为贪玩 都早早地退学了 留在农村 成家了 家境也很一般 他们的脾性 导致了他们的贫穷 小时候不思进取 大了还是一样 在外上学的老二 找了一家好工作 老公也是一家公司的经理 这是他俩一起打拼的结果 在城市里也买了房子 家庭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一家和和睦睦 相比老二 大女儿和小儿子住在农村 以种地为生 村里人都说 老二家条件这么好 也不给他姐和他弟弟安排一下 太不讲情谊了 但从这个描述来说 这个老二确实有点不讲情面 但是事情 真的像前面描述的那样吗 其实并不是 都说养儿防老 但是这个养老的负担 并没有让小儿子一个人承担 恰恰相反的是 所有的老两口生活费 全部都有二女儿提供 还经常接老两口到自己家居住 去年老头骨折住院 所有医疗费用都是老二承担的 这个时候还会说老二不讲情分吗 他知道大姐和弟弟在自己上学期间 为这个家操持了不少 他没有忘 弟弟家的女儿考上了大学 因为没钱负担 面临辍学 二女儿知道情况 也知道上学的重要性 所以每个学期的费用 都是老二托的 这还是不讲情分吗 谁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大姐家和弟弟家的情况 不是单纯靠钱就能解决的 况且老二家的钱 也不是多富有 所以不要道德绑架任何人 就拿大姐和弟弟的情况来说 钱可以帮一时 但帮不了一事啊 别人拉你一把 你就被动地往上走一点 别人松下 你就自己下滑 而不是想方设法自己努力 这个忙帮着还有什么用 所有投入的都是无底洞 所以说救急不救穷 还是十分有道理的 可是现实生活中 就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 我自己就犯过这种错误 朋友借钱不是因为别的 原因无非就是 请朋友吃饭没钱了 信用卡明天还款 还差点 帮帮忙 这种人 你如果想帮 就要做好 打水漂的准备 救急不救穷这句话 不知道 你怎么看呢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